會覺得很奇奇 因為你可以想像 我們一般走到文化中心 或是進入到國家書院 覺得要看一個很當代的東西 可是眼著眼著 怎麼出現的金光布袋戲 還有像剛剛他們把那個布袋戲有放大 然後臉變成是可以分開的 那其實都是江四美阿嬤 她傳授給我們的絕跡 因為有一陣子布袋戲沒落 他們布袋戲沒有那種 太多的仇神戲的那種case可以接 所以他們也要到廟口去幫一些賣藥的藝人 去那邊邀惑群眾 所以她就發明了一些比較搞笑的表演方式 那我們也把 因為她其實也算是江四美阿嬤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除了用那些帳頭偶 或是比較當代的真人的演出 去全社阿嬤故事之外 我們也在這齣戲裡面放了很多 台灣那些比較民間的 比較具有鄉土活力的東西 把它放在現代的廚場裡 希望能夠讓觀眾在看到一個阿嬤故事的時候 可以去想一下 其實在我們身邊已經有很多不一樣的 創作的類型 它雖然是被民間化了 可是它其實具有很多很獨特的草根的活力